有人整理了超過100篇關於如何學習的研究 發現有三個最沒有效率的念書方式 重複閱讀 畫重點 做筆記 都不知道要怎麼讀書 所以 超級重要 這是很違反我們過去的直覺 大家好 我今年7月要考星期十的證照 37歲又重新再當考生 但這一次我已經不想要再像以前那樣子 讀書讀得很辛苦了 所以我決定要給自己一個快樂的讀書計畫 我要先花幾天的時間把所有能找到 關於如何念書 如何考試 如何學習的知識 設計出一個最強的念書方法 目標是有自己的時間 健康 睡飽 要快樂 又考贊 在我瘋狂地研究完所有念書的知識之後 我完全被這些資料說服 念書考試是一種技術的方法 學霸之所以可以比普通人成績好那麼多 並不是因為他的智商真的比別人高那麼多 而是他夠聰明去掌握了一些好的讀書方法 而這些讀書方法是我把它講出來 所有人都可以學會的 這影片我會從怎麼讀 怎麼複習 怎麼休息 怎麼規劃進度 怎麼保持心態 五個部分 全部都有科學證據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說 好 首先我們先來講怎麼讀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要知道這個資訊 而不是記憶這個資訊 知道就像我們學腳踏車學游泳 或者是你朋友跟你說他跟誰誰誰分手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需要反覆地去複習 去提醒自己 你就知道了 我們的考試真正在做的事情是 讀書然後把這個資訊上傳到頭腦裡面 我們大腦每天都會產生七千個新的神經元 如果你是未成年 你可能是我的十倍一百倍 無論如何都會產生無數的新的連結 於是那個我們學到的資訊 它就會在我們大腦裡面 物理性的存在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當考試的時候我們看到題目的資料 我們又回去找 把它下載下欄 這就是我們讀書考試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來說 你就想像你的頭腦是一個很大的房子 一間豪宅 然後我們讀書就是去外面買東西回家 那為什麼我們說只是反覆閱讀 是一種很沒有效率的方法 因為就像是你去外面買東西 然後回家開門就把新的東西往裡面丟 很快你家就變成一個雜物間 那要你複習的時候呢 你等於是又走進這個雜物間 把全部東西都要再整理一次 花更多時間 才有辦法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大概已經想到了 就是每一個東西拿進來的時候 就有條理的 把它放在對的地方 後面的所有的複習練習 還有考試都會變得很方便 所以那怎樣是有效率的學習 把你的知識歸正確的方法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困惑好奇的過程 等於是你新的東西買回家 買一個台燈 然後你要思考這個台燈 應該要放在哪裡 我們看這個金字塔 越下面的代表是 越低層次的學習 越上面代表越高層次 越不會忘記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記憶是最低層次的 因為你東西就是打開門丟進去 你再來老師常常說要理解 其實也是很低層次的 那再好一點應用 就是用想例句寫考古題 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最好的方式是接下來這兩個 一個是你去理解它相關的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學歷史 我學這個年份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你最好知道同一個年份 其他地方還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學英文 你知道同樣的一個意思 還可以用哪些單字來表達 然後再更上層是去找到它的脈絡是什麼 一個數學公式 它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它在什麼年代 那個人他的頭腦到底在想什麼 那個歷史事件 它的脈絡到底是什麼 那個年代到底是什麼樣的氛圍 你要去想這些事情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累 但是這就是真正的學習所發生的地方 那個你把東西拿到家裡 你有點困惑 想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哪來的 跟其他相關的東西比較起來是怎麼樣 這個動腦去了解的過程 就像你朋友跟你說 他跟誰誰分手了 你心想 蛤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種好奇 讓你永遠不會忘記他分手了 你現在可能會想 天啊 我學一個單字還要去查一大堆其他的單字 那不是增加我的負荷量嗎 這是很違反我們過去的直覺的 可是你想想看 小孩子是什麼樣的狀況下學習的 你跟他講一件事情 他問你為什麼 然後你用更多更多的事情去解釋給他 他反而懂了那件事情他再也不會忘記 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已經不去反覆閱讀 不去做筆記 不去畫重點 所以我們有更多的時間拿來做真正的學習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怎麼複習 我們剛剛說 學習是把新的東西帶進你的豪宅裡面 複習就是我們試著去找到那條路 實際走訪過一次才知道這個資訊在幾號房 我以前上學是我媽開車載我去 她開車載我去的一年有一天沒有辦法載我 所以她叫計程車來載我去上學 上車之後發現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學校怎麼走 因為我每次就是上車然後坐著到定點在下車 這就好像我們複習的時候在看著一次課本 或者是我們寫數學題目的時候 我們就看著解答學他怎麼做 如果你能接受這個概念的話 那你幫我想一下什麼樣的複習是最好的 我這裡提供三個方法 第一個叫做塗鴉法 就是你課本打開來翻開那個目錄 然後拿著一張空白的字 看那個章節名稱去想 我在這個章節裡面學到什麼 這章節是怎麼來的 他整體到底在說什麼事情 然後隨意的寫 不要忘了那張紙是塗鴉紙喔 重點是你的頭腦要認真動起來去回想 第二個很好的複習方式叫做教學 去教一個不懂的人 你能用最簡單的方法把他教會 如果他還有問題 代表你解釋得不夠清楚 在這個過程之中 學習到最多的人反而是你自己 那第三個方法就是寫考古題 考古題當然就是直接針對老師會出什麼題目 好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講完了怎麼讀 怎麼複習 第三格跟讀和複習一樣重要 甚至更重要的叫做怎麼休息 我來解釋給你聽 我們剛剛說了 學習是把知識上傳到我們的頭腦 成為某一群神經連結 大腦還會分泌另外一種物質去標記這個位置 它就像是一個標籤貼在房間門口前來整理 然後當你在休息的時候 這個被貼上標籤的神經源 就會以10到20倍的速度 不斷的去跑 去強化那個神經連結跟神經網路 它的速度比你反覆去閱讀 還要來得快得多 晚上熟睡的時候 當然是它效率運作最高的時候 但是就算你只是中午趴在桌上休息 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甚至有一個很酷的研究 他找了一群不會彈鋼琴的人來彈一個旋律 有一組的練習是連續彈30秒 有另外一組的練習是彈10秒休息10秒再彈10秒 答案結果你大概已經猜到了 中間有休息10秒的那一組 演出的學得比較好 所以休息是超級重要 但是要怎麼休息 到底要間隔多久休息一次 所以不需要去綁在自己 一定要念多久書休息多久 我自己以前用過一個方式 念7分鐘然後休息7分鐘 直到我感覺好像可以再拉長一點之後 再把它加長 那現在我也不這麼做了 一句話把它講完就是 感覺自己要休息的時候 就趕快去休息 千萬不要硬撐 那個判斷的標準就是 你開始發現你會分心讀不下 然後越頻繁的想要把注意力拉回書本上 就是你該休息的時候 而且這個休息很重要的一點是 不能滑手機 因為滑手機是同樣類型的活動 你又在吸收新的資訊 等於是把你原本學的東西又蓋掉了 我們要做的是睡覺是第一名 放空静坐冥想是第二名 再來就是起來活動 看窗外走一走 多做家事 跟別人聊天也可以 但不要看書或看新的資訊進來 這樣才可以真的運用到那個20倍的學習效率 那這邊講到手機 我再補充一點 手機這個東西對我們的影響是超過想像的 有人去做過這個研究 只要把手機光是放在桌上喔 你開飛行也好 只要它放在桌上 就會降低我們的學習效率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收起來 而且你最好每次都收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已經習慣放在某一個口袋或者是某一個包包的話 你會有一個自動化的行為 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你已經開始滑手機了 所以你要放在一個地方是 你要想一下 我今天把手機放在哪裡 那個想的過程就讓你有機會去中斷你想要拿手機的那個空洞 好再來我們講怎麼規劃的問題 我知道網路上有很多學霸去分享他自己如何去規劃他的進度 可是如果你不是一個像他那麼自律 知道自己每天的進度大概會有多少的人 身為一個普通人 我的建議第一個是提早讀完 第二個是規劃大框架就好 第三個是叫做面對現實 提早讀完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你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你最好規劃兩個月就把所有的東西讀完 剩下兩個月先不要規劃 很多會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狀態 會覺得自己可以讀完多少多少 但是一整天裡面我們真正可以專注的時間其實是非常稀少的 再來為什麼只要規劃大框架就好 常常發生的事情是我規劃好了每天的進度 然後第一天結束之後發現我勉強還跟得上進度 第二天第三天開始落後了 然後落後的時間越來越多 你就嚇到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我要加倍的努力來趕上我的這個進度 我不能休息了我要更逼迫自己 但是呢你發現你自己已經讀不下書了 你的認知負荷超過你所擁有的量 最後你就會開始絕望然後就開始逃避 最後一個就是面對現實 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我如何在短時間拿到最多分數 我自己的規劃是這樣的 先花兩天把考古題很快速隨意的瀏覽完 然後再花幾天把所有的課本很快速的翻過去 大概知道要點是什麼 章節名稱是什麼 然後從我認為可以拿到最多分數的地方開始 就是想它跟其他東西的關聯是什麼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它的脈絡是什麼 然後每一個章節看完蓋起來 拿出塗牙筆記 開始寫我在這個章節學到什麼 然後很快的跳到下一章 把所有東西在四個月裡面前兩個月全部讀完 剩下兩個月就寫考古題 我們去教別人做更多的塗牙筆記 最後一點我要來講心態這件事情 大腦認為自己在做一個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它會大量的消耗能量 然後你就會想要補充葡萄糖 所以就是會開始吃零食 因為我們對於念書這件事情 看得太嚴肅了 面對威脅的時候那個理性的頭腦就會下降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控制的開始逃避 然後那個逃避又會去強化 念書考試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那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呢 用寫故事的心態 就是你要想 從現在開始到我要考試的這段時間 假設我的人生是一本故事書 你希望你回頭打開這幾頁的時候 它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去實踐它 你就覺得我自己好像是為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再來面對讀書本身 我們最好是用一個內在獎勵 什麼叫內在獎勵 就是我認可我自己念書的這件事情 並不是喜歡我們讀的東西 不需要去騙自己這些東西很好玩 而是告訴自己說 即使這些東西這麼不好玩 讀書這麼辛苦 這麼累 我居然還在念它 我居然做這件事情 你要欣賞自己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 你可以想一下健身的人 健身本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那些可以真正常年規律的去健身的人 他們不是告訴自己說 我健身之後晚上可以吃大餐 我可以身材變好 是那種我現在的努力 我付出 我正在讓自己變好 那種自我價值感的提升 才是讓很多人可以 十字一橫的去做這件事情 念書的也是一樣 他很辛苦沒錯 而那個願意承受辛苦的 我們根本就是超級棒 這一切也許並不輕鬆 但絕對不是很嚴肅 我們可以過得快樂同時很努力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來的五個考試念書的原則 不知道對你們來說 不會太抽象或是整理得不夠清楚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概念性的東西 然後就抓著那個概念去做 所以比較沒有整理出 步驟要怎麼做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子講 有點摸不著頭緒 也許我們以後就可以再 根據特定類型的知識 來去分析說那個ABC 步驟要怎麼去做 那最後呢想跟你們分享一個我剛剛發現的事情 就是我一直以來以為我人生最認真念書的時候 是我大學被退學 然後重考班的那一年 那一年真的非常認真的念書 在二類組進步了差不多 兩百分吧 就化學一科我就進步了八十一分 這是很久以前 小時候的事情 我剛剛發現我人生真正最認真學習 就是這幾天 因為我真的太想知道要怎麼念書 我太好奇了 所以我不知不覺的已經用了我剛剛所講的所有的方法 最有趣的是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在念書我在學習 我只是單純的享受那個獲得知識的樂趣而已 祝所有看到這裡的人也都能感受到知識的樂趣 掰掰 喜歡這個油紙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